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图耳其藍的颜色做在背景的部分来说的话 那它是比较偏蓝跟绿的部分嘛 那等一下我们再下黄跟橘的部分会比较显色一点 大家好像蛮快乐的 怎么会这样 要吃花蟹了 好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 那我们先用群青色 来 群青色先来 那个120 120先来 好 等一下哦 好 开始 大致上先把 我不画太大 我先从中间 中间这个地方剖一半 先大概剖一半 大概的造型先 那它的那个角 好 等一下 好亮哦 好亮哦 稍等一下 我先把大小大致上先切一下 哦 咦 这盖心太大肢 没事 啊 我们这么多人要大肌肉餐就可以了 呵呵呵 好 来 这边哦 先切哦 来 哦 蟹壳 哦 这边下来 按面的地方 哦 我们先 这边整个是按面的哦 那我们先轻轻的上一点点颜色哦 先上一点颜色 那它有一些小小的虚虚哦 因为太小很难留 那我等一下会直接用那个金属笔来画它 这样速度会快比较多 来 这边先来 包含那个按面的影子的部分 我们先一起做 然后它 欸 脚这边 会有那个刺刺的对不对 也不好留 那可以留 我们尽量留 不能留一样 我们用金属笔来做它 这样速度会比较快 好 像这边按面的地方 来一起做哦 好 这边再来 好 比较深的地方 好 我就稍微画重一点点 等一下再画的时候速度会较快一些些 好 那眼睛 在这个区域 好 眼睛在这边 好 另外一个眼睛在这里 好 另外一个眼睛在这边哦 好 另外一个眼睛在这边哦 这边 好 这边 好 这边哦 刺刺的这边过来 好 这边 好 也是轻轻的画 好 轻轻的做过来 好 到这边 好 慢慢的越来越 可以一样伸就好了 好 这边再来 好 可这边加重 好 把这个 分出来 分出来哦 可这边分出来 好 熬这边 来 嚼 最好吃的就是这一个了 肉最多的 来 这边 好 然后注意哦 这两段应该是差不多大 对不对 好 因为它不是招巢蟹嘛 招巢蟹不一样大吗 不一样大 好 来 这样子哦 好 这边是亮面哦 不要上到哦 不然等一下哦 你的那个 等一下我们的亮面会上不了 所以不要上色哦 不要上到蓝色的部分 可以轻轻的拖出来没关系 所以你只要看到暗的地方 你都可以画 只要看到暗的 像这边 这一区是暗的 请你画 画掉没有关系 我先涂掉 我先涂掉 这样子 好 这边再来 好 这边一个脚 一个脚 诶 诶 螃蟹有几只脚 一边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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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三个 六只脚 两只熬吧 对啊 只是后面三个 前面那个算是熬不是脚 前面那个算是熬不是脚 应该八只脚 应该八只脚 八只脚一对熬啦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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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还有一只啊 八只啦 八只啦 没错没错是八只 你很常吃喔 嗯 嗯 不太吃这些 对 不太吃这些 对 因为它很冷 有些人很敏感 小时候是会敏感 那长大看了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花那么多精神 就只吃你一只的东西 你都在干嘛 这就是乐趣啊 好无聊喔 嗯 不会啦 这边哦 岸面继续做齁 好这边熬这边 坐过来这边的岸面齁 这边有个小岸面一起做 这个算是脚吗 熬啦 这是熬 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刚刚没有算那个 这个是熬 不是啦 这个是扁扁的 哪个哪个 这个 那个是脚啊 那个是脚啊 这个算脚 那个才是脚吧 那个也是脚啊 那它的后腿那么高打 诶 那那个是游泳的 有的是游泳的啊 有的是脚 哦 湖 没有没有 你注意看 有的螃蟹后面也是尖的 常在吃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有点像那个脯那样子 对 你找青蟹就知道不一样 好 处女巡那个就不一样 巡 巡跟那个奇亚 不同种 嘿 对对对 构造不一样 拔掉 不吃 都错 十只脚 它是算十只脚 八只脚 跟一对猪啊 对 不过螃蟹是越来越贵啦 好 这样子有没有 然后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可能要 上下都上一点点 那个 有一些寒色调的调子先上 然后这边上面还有一只 我们轻轻的上一点颜色 进来 好 这样子哦 来 这个阴影的部分 那边一起上 万里蟹 的其中一种 就是万里那边蟹的其中一种 它那边不是只有三种 没有没有 万里蟹总共有三种 大家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啊 各位同学 观光 呵呵呵 花蟹 花蟹 三点蟹 跟石巡 哦 对 总共有三种蟹叫万里蟹 合称叫万里蟹 所以石巡也是万里蟹的 没有 它就是把它统称万里蟹 但石巡其实是另外一种 好 好 来哦 哦 有空可以去东北角吃吃看啊 哦 那个龟 龟猴港 龟猴鱼港 还不错哦 来 那我们先下粉红色 因为 都是冷的颜色 所以我们先下 那等下我们再统一上亮的颜色 我们先上一点 暗 冷的调子 那像 那个 玫瑰芡草虹也是属于冷的调子 哦 那个 124 124哦 也是属于冷的调子 那我们现在一起上哦 带一点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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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 角角的地方 我们带一些进来 那 像这个 安面这个地方 也可以带哦 带进来了之后啊 它等一下混起来 就会变紫色了 你就不用用紫色做 也可以哦 因为粉红色加 群青的颜色 加起来也会变 有点像粉红色的调子 也是很好看哦 好 这边先轻轻的做一点点 粉红色 那它这个壳并不是平整的嘛 它会有凹凸凹凸 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把凹凸凹凸的部分 给处理出来哦 好 这边 我先上一点点 粉红色的 进来 一起做 一起做 等一下混起来会比较好看 那这边的色彩比较饱和 越到这边会偏比较白一点点 一点点 偏白一点点 来这个蟹角 后面这一只 大家有看过螃蟹在水里游吗 有 它后面两只脚会很像螺旋桨 这样 真的 那你想说什么 没有没有 我是想说大家有空可以看动物频道 哈哈 我有看动物频道 但是 我没有看螃蟹 哦是不是 有看过 刚好没有看到了 我在看獅子 好這邊也上一點點 這邊來喔 多一點 好那我們這邊 等一下我們後面會用那個 土耳其蘭來做 那我們先上水 做完第一場 好 來上水 來準備囉 那這邊的顏色 上了之後 有些 可以到上面這邊 稍微點一下 讓它融在一起 水稍微多一點點 這個角的地方 這邊倒過來 插過來這樣子 攪的這個地方 好這邊喔 整個都上滿沒有關係喔 眼睛 留下一個亮的就好了 這樣過來 利用那個筆尖 去做 一個一個 尖尖刺刺的 那我們講過說 沒有關係你就先做 那些地方 事實上我們都可以用那個 金屬筆去處理它 所以你不用太擔心喔 我先把大整體的感覺先處理出來 這邊 帶水 加水 加水 擠水擠出來 這樣子 眼睛 好這邊 好這邊按的地方 一起做 留下亮的地方就可以了喔 留下亮的地方 好這邊也是有點暗的 做掉 好這邊喔 這個角這邊出來 好 這樣弄過來 一點點 那水這邊喔 萬一過多的狀況 我們就 把它 吸起來 這邊吸起來一點喔 後面這邊 把它弄淡一點點喔 比較會推縮到 後面去 這邊再來喔 這邊開始 比倒下來一點點喔 這邊有點亮面喔 亮面的地方 等下我們再換 就是把筆洗乾淨再來 或者是用另外一隻 這邊留下一隻 一隻腳 這邊有一道亮的留下來 就是那個 它的腳會有點反光 會有點反射 亮面的部分 這邊來喔 這邊劃下來 把它清乾淨喔 我們換筆好了 這樣速度比較快 亮面的地方 粉紅色 來 那暗面的地方 我們就用這一隻 兩隻讓它 混合 混合 這樣比較不容易髒掉 好像亮面的顏色會比較不容易髒掉 來這邊 我用亮的顏色喔 然後後面有香菜喔 也是香菜嗎 生菜喔 好生菜我們就不畫了 不然你就畫薑啦 因為糖蟹太寒了 因為糖蟹太寒了 對對對對對 唉唷 內寒喔 為什麼要畫薑 要畫 花一杯 高氧酒才可以 薑要畫雞瓶 因為薑薑好了 薑薑好 薑薑好 薑薑好冷喔 對啊 跟薑薑跟黃色有關係 要跟薑薑 好好好 這樣子喔 第一層這邊 就完成了 那我們 好冷喔 來 接下來我們要沾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土耳其蘭 土耳其蘭 我看一下喔 1 15 153 153 153是土耳其蘭 奇怪 153啦 寫錯 我這邊寫的是155 那有153 155 153 153啊 對 對 土耳其蘭 土耳其蘭喔 菇 菇土耳其蘭 菇土耳其蘭 他叫菇土耳其蘭 來 沾 沾土耳其蘭 這個顏色喔 沾下來 用點的 你看 我們的最厲害的 一點點點 冒泡 有沒有冒泡一點點 這個感覺 土耳其蘭這邊 那麼可以往下這邊 染下來一點 有點好像在 海裡世界的感覺 可是他走了耶 沾土耳其蘭 好好好 喔對嘛 他熟了 對對對 欸 啊 怎樣 熟了不行 沒關係沒關係 好吃吃得太快了 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狀況 欸 不過發現 生的狀好像也是紅色對不對 是啊 粉粉的 蛤 粉粉的 粉粉的嘛 對不對 不是像那個 翻點蟹是 青色的 可是會變紅色的嗎 好 你試過應該給我試過 對啊 我都沒試過 我知道有幾種螃蟹 原本就是那個顏色 所以他 熟了之後還是那個顏色 失控中 好 這樣子 你說點點都要加一點點就好 沒有我們這個要加多一點 這是在海洋裡面 這樣子 我們這樣子 然後 靠近邊緣的地方 稍微 深一點點 讓他暈出來 暈出來 這邊 安眠的地方 染進來 染一點塗爾其染進來 讓他染在一起喔 沾顏色來畫就好了 沾他的顏色來畫 好這是我們的第一步 先把它 做成這樣 好那接下來 我們就要等他 略乾一點點 那我們時間不太夠 我們直接吹乾 好那 各位同學在家裡不要吹喔 因為 那個會跑掉 對會跑掉 那個 這個會跑掉 所以我們吹中間就好了 我們吹中間的那個 對 就是 螃蟹就好了 其他地方我們都不吹 OK 你說他那個 對對對 不然他會跑掉 會跑到別的地方去 好像 顏色的低層顏色 變化會比較精彩喔 直接把它擦乾喔 我看會來不及 好 這樣就好了喔 對啊 旁邊不要吹 讓他自己 讓他自然乾 會比較好看一些 好那我們就 開始 可以從兩個地方 開始來囉 那我們先用 葛黃 107 葛黃色107這邊 亮的顏色先來喔 107 開始做喔 107 這邊 後腳這邊我們也上 這隻腳我們也上喔 好有些地方把他框起來 靠近 靠近這個區域喔 顏色化重一點 等一下那個 黃色的調子會比較 飽和一些 會比較飽和一些喔 好 你如果在家裡有時間喔 各位同學 分層化 黃色上完 刷水 然後 等乾了之後再換 另外一個 橘色 然後再換紅色 分層上 會比較清楚一些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會一起上 那你在家裡 分層上喔 你可以分層上 因為那個色層的分別 會比較 分開 會比較精彩 一層一層會比較精彩一點點 這邊 一點點 旁邊會留一點點白色下來 因為他不是完全都是這個顏色 會有一點點白 然後花花的 所以他就叫花線 好 我不知道啦 我是隨便講 應該是 好這邊一點點 這邊過來 這邊 好 這邊喔 我們先用 葛 葛黃先來 那這邊等一下我們要上 那個 焦土黃 焦土黃的顏色 這樣子 好這邊 這隻腳也要 也要有 一點點 我會把亮的顏色全部一起上 拉麵這邊喔 上焦土黃 上焦土黃的顏色 焦土黃 這裡一點點就好了 一邊喔 邊邊 二 一 一八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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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點焦土黃喔 到這邊 上 這個雞方就好 然後這邊 也上一點點 不用每個地方都上喔 這邊 帶一點點過來 一點點就好了 你分開上它就比較不會髒掉 比較不會那麼髒喔 那你全部混在一起 濕濕的它一定會很容易髒喔 所以 各位同學可以分開一點點上 會比較好喔 好 下面這邊用焦土黃喔 因為比較暗一點點 那上面的區塊我們都會用亮的顏色喔 譬如說葛層啊 這些顏色 來 接下來 我們再用 再 呃 這塊不用 等一下把它拉過來就好 有些地方不用上喔 你可以把旁邊的顏色給拉過來就可以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用的是 來 橘 109 喔 喔 那個深深格黃 喔 深入 來這邊好先來喔 一點點 加 進來 這邊 上喔 來因為我沒有那個 我沒有那個橘色喔 所以等一下我會用這個顏色加紅色進來 所以我可能會連紅色的地方我都一起上 我一起把它上完 喔 來這個地方 喔殼這邊喔 注意它的變化喔 不要全部都上到喔有些地方可以留一點點 我們 剛剛第一次上的那個 呃 玫瑰 那個 玫瑰芡草 玫瑰 菸 菸什麼 菸芝紅啊 玫瑰菸芝紅啊 OK 好 留一點點下來喔 好這邊飽和一點 好這邊淡一點喔這邊飽和這邊淡 這邊再多一點點過來 顏色 好這邊也一樣喔 慢慢的消失 消失掉 因為這邊 後面我們不做喔 我就會讓它慢慢的消失掉 好故意去做的讓它消失掉 來這個 角部分喔 變成有點像 斑紋這樣子 往裡面畫 往裡面畫 畫出斑紋的感覺出來 好白色的地方留住 這邊再來 好這邊 腳這邊再來 好 碰過來 好這邊 來 轉過來 來 腳這邊的花紋喔 這樣子 好花紋的感覺 好這邊再來 來 好 好 像這種比較 比較 有一點像反光到白的地方 我就會先留白 那等一下用水塗過去而已 這邊再來喔 好白的地方留下來 因為 它有些地方 亮面的地方是留白 那暗面的地方我們就留我們剛才的那個 低層上的那個含色調的顏色 就是我們白色的地方的暗面了 將你的腳這邊 關節處的立體感 就有了吼 這樣塗起來 你看吼 一層一層 有些地方留下來 這邊 喔花花的紋路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好像還看不太出來吼 等一下我們上水你就會 很明顯了吼 好接下來吼我們加紅色 以 11 118 這個地方 新紅 新紅 新紅上吼 這裡 新紅吼吼 這邊 上上來 來這邊 上面這個地方 這邊一點點就好了吼 上面這邊不要上太多因為我們要留一點白吼 留底層的顏色啦吼 一點點上一些些 好這邊吼上更多 它的殼開始會有點起伏有沒有 會有點起伏狀 因為它不是完全平的啦所以我們要做出一點起伏狀出來吼 先做出亮的色彩飽和 那進來再做出起伏狀 好像有沒有越來越明顯吼吼 來這邊吼 裡面要帶紅 要帶紅進來了吼 除了剛才原來的 冷色調的調子之外 我們要開始上 比較偏紅的調子進來了吼 上到裡面來 那轉折進來變成是冷色調 注意那個 色調的轉變上面吼 要 豐富一點點吼 看起來才會好看吼 才會有變化啦吼 來眼睛這邊我們也帶一點紅色進來吼 帶一點紅 來風隙這個地方吼 要更深的顏色對不對 那不管我先下紅色 等一下我們再用那個 黑澤色來做 或者是直接用 群青色來做 不是說錯了 再更深的藍來做也可以吼 不一定要用到 那個黑 那個黑澤色吼 來這邊 這邊一點點就好 因為這比較後面吼 所以 不要太強 那要強的是 前面的這隻腳對不對 好那我們從 這隻腳開始加強起 稍微加強一下 紅的再來 紅的再來吼 紅的再來 吼 這道亮的請你留下來 等一下吼 它才會立體出來 越靠這邊吼 顏色稍微越來越重吼 等一下那個紅的才會夠紅 那混合剛才的那個 深格黃跟格黃吼 它的整個感覺上面變化才會豐富 好腳這邊 戴下來 但是腳這邊吼 我們就在這個交接處先用那個 那個 辛紅吼 阿面這邊 等一下我們可以再上 那個紫色 紅紫色上去 因為紅紫色 比較 比較偏那個 暗一點比較像 冷色調的 暗面的吊子 會比較好看 那你的吊子上面就會變化很多 這邊 就是說 你不要看到 那個紅色你就上紅色 那我們可能要分一下 暖的紅色跟冷的紅色 這樣去做 它比較有變化 你才不會 亮暗面的用的色調都一模一樣 事實上 它還是有一些區分的 這邊加強 這邊加 那這樣講起來 只要是暗面的話 不管是紅還是藍 都用冷色調的 對 都用冷色調的 例如說 例如說 藍色在亮面的地方 那我們可能就會選用孤藍 孤藍的顏色 因為它看起來是亮的藍色 那如果是在暗面的 那個藍色 我們可能就會用什麼 土耳其藍 全清是暖的 對 然後用那個 如果說太清藍 就是比較偏 綠色的藍 它就比較冷一點點 原則上是這樣 那如果紅色我們就會說 紅 我邊話邊講 不會不會 那個 暖的紅色 就是例如說 青紅 葛紅 珠紅 那個就是 暖色調的地方 我們就用這幾個暖的紅色 那如果在寒色調的紅色 那我們可以用 芊草紅 菸枝紅 陽紅 這類的紅 它就屬於比較冷的紅 可是你看起來都是紅色 但是 它 感覺上面的冷暖是不太一樣的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例如說 在冷色調的 你又開始要這樣去去做區分 那同樣都是紅色 它的確 畫起來就會不一樣 各位同學可以試試看喔 它會讓你的調質變化會更豐富 有沒有這樣子 慢慢的 就會 越分越 越豐富 你看它這個角裡面 就不會 都是同樣的顏色 它就會帶冷色的調質 這是比較 暖色的地方 後面這邊我們不管它了 後面放掉了 後面都放掉 我們專注在我們前面的這幾個地方 這個角 出出來的這個地方 這個角的地方 這個角的地方 好 你看 畫起來會變有點這樣的感覺喔 好那接下來 這個眼睛我們 再弄一下 這樣子 這樣的效果 好 我們冷的地方的顏色 我們剛才 講 我們換 也不能換紫色 可是我沒有暗紅色 我看一下喔 我有沒有暗紅色 好這邊有 那個 134 那個 洋紅 134 這個紅就是冷色調的 這個紅就是冷色調的 那個 Crimson 就是 洋紅色 134 好 這就是冷色調的紅喔 你看喔 一樣是紅 等一下你 我們畫上去 顏色感覺上面會有一點 不太一樣喔 會比較偏 冷調 調子一點 那他也會比較深 所以畫在暗面的地方 或者是這邊 微微的暗面的地方 畫起來就會剛剛好 那個 顏色的 除了分 我們講說 基本的色相 不同之外 那大家對於 冷暖色的調子 就是說 要盡量去感受 那 有時候 要去背 我覺得 有點太困難了 那你盡量自己 把它做成色卡 你去 去感覺一下那個 色彩的差異度 會比較準一點點 好不好 不然我們來抽考好了 蛤 不要 不要 好 太油畫不完了 還要考試 對啊 小考而已 小考 這邊這樣 好 那我們準備 上一次暖色的調子 暖色的水的調子上去 來 上水 比洗乾淨喔 不要不要摻到 那個 藍色喔 翻它 上去之後會變 會怎麼樣 變暗 對對對會變暗喔 對對對 來這邊喔 怎樣 沒有 利靈無瑕 事情 不一樣 你拿去看 要畫出來比較準啊 因為這樣看 看不出來 說實在是看不出來 顏色都要畫出來才知道 不然你看起來都是紅啊 差在哪裡 啊 對 單獨使用的話 你也看不出來 兩個 弄在一起 沒有 好 這樣有沒有 財度更高了 齁 好 越來越好吃了 不可以說這樣 欸 引不起我的慾望 不行 我們 人家都說我們只有海鮮文化 沒有海洋文化 假日就拼去吃一隻 我說真的 我帶同學去爬山喔 我一定要跟他們講 終點在可以吃什麼東西 大家才有動力 喔 喔 真的耶 那你帶什麼去爬山 沒有 是同學近郊爬山 吃什麼 沒有啊 你有什麼小吃 或是什麼餐廳 他們就覺得 喔 我到終點在我可以有一個地方 讓很多人爬山就修理吃 吃兔肉嗎 不會去吃兔肉 但是就是 會找一個說 喔 那裡有一個什麼都好吃的 鼓勵他們 趕快 好好的爬山 對對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 激勵 因為有吃 因為有宅心 就有這個動力喔 對啊 真的 到底去爬什麼山啊 有這樣子的 跳過 嬌山啊 嬌山 最容易 我們去爬大山 最後下山也是要有一個勤工面 真的喔 對啊 這樣有沒有 更明顯喔 齁 好 靠近這裡的是比較 這裡的比較寫實 這裡都是 對就虛掉 因為那是後面嘛 啊這邊是前面 我都會分前後 因為 這樣子畫起來才不會太硬 他就會有前後之分 好那我畫到 這邊 這邊我就要把筆再洗乾淨喔 因為這邊是亮面的 我就必須要再把筆 弄乾淨 但畫起來會變太暗喔 齁 這邊 好這邊 這白的盡量留 盡量留 齁 留不住也沒關係啦 我們有那個嘛 對 還有金屬筆 都可以做到很白 齁但是 我們可以留就留 因為留下來之後 他的那個 輕重畢竟會 就是那個感覺還是會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 有些用畫的有些用留的 那那個變化性會比較大一些些 齁 好這邊 這個點點點點 讓 那個變化度 再多一些些 好這樣子 看起來 就會很豐富了 對不對 好這邊再來 轉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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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請問一下 你為什麼會用那個 升格方法 會 來代替 因為升格黃的顏色 跟那個 也是暖色調 那如果焦土黃 焦土黃 基本上也定義是暖色調 都是暖色調 黃色 對 基本上代黃代橘的都是 暖色調 橘多 所以 因為檸檬黃不就 因為檸檬黃偏 偏藍 對 偏綠 就會比較暖 黃色來講就是檸檬黃 偏綠 用檸檬黃當點 可是它是亮的 它是屬於亮的 它是屬於亮的 那會有一個狀況 它 檸檬黃可以用在亮面 轉 轉那個 轉暗面的地方 對 但是它如果純要做 暗面的話 它的明度太高 還要考慮一個東西 是它的明度的問題點 那因為黃色的 本身的明度 在裡面就是 高的了 所以它無法下降 怎麼話都下降不下來 但是 藍色的那個 它的那個 明暗度本來就比較低了 它的明度本來就比較低 是這樣的 rains 這樣子有沒有 好像慢慢的就 我們的螃蟹越來越 越好吃了 醬旁邊就有醬子 好像在吐泡泡的感覺 好 接下來我們就繼續 再加加 更種的地方 好那因為 時間不夠都不行了 我們直接 除殺手繭了 跟那個什麼 黑色跟 黑者色直接上鎮了 不會啦 好,然後把一些焦點的地方做出來 黑者色先來 175 175 這邊,這個頭 這邊先來 這邊先來 然後接下來 這個地方,縫縫的地方 這個地方一點點就好了 不要太多 因為眼睛才是重點對不對 所以這個黑的 比較黑的地方 1,2,3 1,2,3就好 其他地方,你可以不要用到那麼黑 甚至於你可以用藍色就可以了 好,眼睛這邊再來 眼睛靠近這邊,深一點點 直接用黑的好了 好,塗到最黑 讓你的眼睛跳出來 眼睛這邊,這個點 加重,這個點加重 加重這幾個點 讓它再更突出一點 有沒有 好,這個眼睛一點點就好了 上面一點點 然後下面慢慢的變淡一點點 不要兩個眼睛一樣黑 好,因為一前一後嘛 對不對 對不對 記得 空間感 所有我們在畫的東西都在講求一個東西叫空間感 同樣的黑 前後面就是不一樣 你如果一樣黑 他的眼睛會變平的 那現在他眼睛是這樣嘛 對不對 所以一前以後 那你一樣黑的時候就變成是平的 這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 你這樣去想會比較簡單 就用簡單的方式去做 回歸到最基本的 不用去看圖 不用去看圖 因為看圖有時候被誤導啦 因為那個 圖的確就是一樣黑嘛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我們就 稍微改變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再用一個藍色來做 藍色 這個 151 151 151 奇怪,又沒有 我是在寫什麼 有了這個 151是什麼 151藍色 對啊,什麼藍 奇怪,我在幹嘛 151 為同學151 151齁 來 再交在這個地方 這個縫隙 改用藍色的 不要用那個黑色的 這裡縫隙一點點 後面不要做 我們就做前面這裡就好了 這邊 一點點 好,這邊 好,這個 虛虛出來的地方 我們再回到我們剛才的那個紅色 那個 洋 126 126洋紅 這個虛虛 畫出來 這個虛虛 就是它有幾個虛虛對不對 我們先做 好 先做紅 暗的紅 做暗的紅 這邊 好,這邊也有一根 這邊還有一根 先畫 你先畫 等一下我們再加白色就好了 這個 這幾根先畫 先畫出來 後面這邊我們先不理它 好,這邊 這邊做 然後哪裡 蓋加強的 好,這邊 再加強一點點 紅色的部分 比較細的地方 給大家畫 我畫 大致上的感覺 給大家看就好了 這邊再加重 讓你這邊 的感覺再出來 好 那這樣子 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再 開始上白色 這裡還有一個角 這幾個角 這幾個角 分 分支 這裡 你這個用藍色的 藍色的 我這邊是藍色 我就用藍色做 我就不會再回到它這邊 很像是折色的調子 做另外一隻角 這下面還有一隻角 用藍色的做就好了 因為底下是藍色 我就用藍色做 不要再回到其他的顏色來做 這樣就會有變化 那後面這隻 就可以虛掉 好,我們再下一點點水 再下一點點水 來眼睛這邊 先下 一點點 讓它更深 這邊一點點 更深 好,這邊也是喔 就是煮太熟嗎 怎麼變黑耶 這腳 他這邊有吃過,他也吃過 這應該不來就黑了 可能一兩塊 吃到不行 沒吃的 沒吃的 所以都沒吃的 雖然再吃一次就可以吃了 吃的怎麼可以忘記呢 這樣子 把這邊 這個重點做出來 其他地方 都會有點虛掉的感覺 好,那趕快 我們再用我們的那個金屬筆來做 糟糕 這裡哪裡有用到 這個沒有 這個沒有 綠色沒用到嗎 這個也沒用到 這個也沒弄到 這個也沒弄到 這個 這個 紫色沒用到 紫色沒用到 紫色沒有 紫色沒有 金屬筆 我剛才有拿出來 對啦 喔,這邊 搖一搖 搖一搖 就先壓一下 這個齁 因為齁 他這個比較粗齁 就會很好做 不是啦 這是金屬筆 沒跟到齁 搞不清楚 你是在幹嘛的 我就沒買 趕快在嗎 對 他就是搞不清楚 是之前買的 買回來預備啊 我常常會 會在一起 不曉得這些東西 都有在做什麼 什麼東西 金屬筆 牛奶筆喔 都一樣是白色的 都一樣是白色的啦 只是說金屬筆 比較白 它不會硬掉 它不會乾掉 這個刺刺的 我們開始做這個刺刺的 這邊有一個刺刺的 我們開始去做它 眼睛 這邊不夠亮的 這邊的亮點 再來 這幾個亮點 凸出來的地方 凸出來比較尖尖的地方 因為螃蟹很多旁邊 很多尖尖的地方 然後一點小小的亮點 這個小小的亮點 這個小小的亮點 都可以去 做得讓它再更細緻一點點 這邊 小小的亮點 這邊過來 虛掉 然後這邊 再來一個點 一個點再出來 一個點再出來 這邊再來 這樣 這邊就會比較強一點點 這邊我們剛才講 來 先畫暗的 再把亮的做上來 你這個角就會突出來了 不是 這是它的鬚鬚啊 鬚鬚 這個地方 一隻一隻的 這樣做而已 這樣比較 比較快 就不用小小的去留它 因為 很難留 這樣子 它這邊 就會比較明顯的一點點 這邊過來 吃吃的 一樣吃吃的 好這邊也有吃吃的喔 這邊 這邊 吃吃的再來 這裡 這個 這個 旁邊這個亮度 你旁邊要有顏色喔 你這個 白色上去 才會有作用喔 把你 底下只是白的 然後 也是白的 那你畫上去 會比較 沒有作用 所以我們 旁邊有去做了 那個 底色的原因 其實是 這樣喔 這樣才會跳的 出來 就是這幾個小地方 各位同學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就可以做出來了 吃吃的地方 有些地方 就可以再多做一點點 去增加它那個 感覺 這邊 這邊 這邊吃吃的也有一點點 這邊 這個比較明顯 越到外面的會越明顯 這種刺刺的感覺 就是 螃蟹的一個特徵喔 這樣去做 這邊不用喔 因為這邊沒有吃吃的 來這邊尾端 就是這裡 稍微略微做一下 好那上面這邊 有些比較白的 像這個凸起來的 我們也可以用 那個金屬筆去做 讓它的亮點 再更亮一些些 然後這個側端 這不要做 因為這個是在暗面裡面 不要做 那這個亮面的這個轉折 的這個光點 你就可以做 這樣你就知道說 哪個地方 如果說 在暗面裡面的亮點 先不要 不要做它 這樣子它才會做一些 不一樣的 變化 好不好 好大致上 畫起來的感覺跟效果是 這樣 好這樣各位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說 畫的過程當中 它看起來比較 完整一點 但是我們有些地方是放掉的 有些地方是凸顯出來 去增加出這樣的效果出來之後 畫起來的那個畫的味道會比較濃厚一點點 好不好 有沒有問題 啊這個就等它乾了 海鮮海鮮 不要切肉